剛剛談到的這個食藥署的署長 最近的很多發言引起眾怒 就是他自己擔任董事長的 這個叫做食品檢驗的基金會的職員 也在他自己申報出去的這個造冊名單裡面 那整個疫苗失蹈到現在 為什麼會那麼亂 先講最近發生的就是有1500人 他上去登記這個叫第二劑的這個名單 其實是一個這個烏龍 但是後來職業中心只好吞說 那這些人是我們自己搞錯的 我發現這個事情 他們都這樣輕輕帶過 完全不用究責 為什麼 因為這個當時在分9類10類11類的時候 除了剛剛講各類的人一直膨脹之外 很多類人這一次是很特別的 像他這個叫第7類裡面的 重要的這個國家為運 社會為運的人呢 他是一直在改變這個助記的這個對象 那你剛剛講這個叫做運送 這個疫苗的 或疫苗製造這個部分 當時大家也都接到 我想那個大代委員也接到 很多勞工來陳情 他說我要送這個氧氣瓶到這個醫院裡面去 我都不被視為這個叫疫苗運送跟生產疫苗的人 但是我是維持 醫院裡面為運的氧氣瓶的這個製造商 跟運送人 為什麼不行 所以後來才慢慢呢 讓這個指揮中心放開他的腦袋 就是說如果你是基於防疫需要 所以你的一到三類裡面不會是只有醫事人員 緊銷邊境防疫的 可能連這種工 但是他就要涉及到跟他的醫療有關的 所以我覺得前期防疫疫苗給這些人先打 大家同意是基於整個疫苗的 醫療量能希望維持的很好 到後來之後發現他這個開放的項目被很多 像應該是國民黨黨團找到的資料裡面才看到 自己的第二類的中央地方相關的名單 竟然可以大到 當然我也不好講 比如說替代衣也在裡面 衛包的這個資訊師也在裡面 那這些名單到後來大家都會開始質疑說 那你對其他的 像我記得基層診所那時候爆出這個名單的時候 大家斤斤計較到這樣 就是擔心說你自己是不是 對地方政府的這個施打策略呢 有人拘義什麼壓力呢 會做處理 可是講白了 那些都還是醫療相關的人員 那你現在這個 第二類裡面的名單到現在也沒有特別公佈 那最後我還是要講說 當時他們在 我們在質疑這個丁移民的時候 很多人也覺得說 我們這個 他也是重要的防疫人員 這個防疫人員我們都知道 可是真正需要被保護 需要先注射的人就代表說 他會在整個防疫的體系裡面 被當作重要的對象 所以後來勉強在這個 叫維韻的第七類裡面 有增加了一些項目 那現在倒過來講 剩下高端可以打 這件事情的狀況到底是 基於這個食藥署 對於這個EUA審核的時候 有這麼高強的功力 除了是全球第一個免疫條件之外 剛剛講到的他們對於這個 叫美國的NOVAX都還沒有得到這麼好的這個品質呢 能夠得到美國EUA台灣就可以了 那這整件事情就讓我們擔心說 以現有的指揮中心 加上這個在食藥署或者是這個衛福部裡面的 嚴請的專家裡面是不是有一些壓力 不然的話我們還是覺得說 盡速去讓更多的力量 特別是總統出手 像韓國一樣 像日本一樣 盡速去跟國際上的藥廠 進行更強力的請求 或者是訂單的旅行 而不是倒過來 擠回全國只剩下等待高端 那有幾個啦 第一個高端 趕快去申請國際的EUA 到WHO去申請啊 甚至到美國申請看看要給不給你啊 我才不相信會給你的 NOVAX都不敢申請會給你嗎 你自己跟NOVAX是比比看啦 第二點 這個既然這個Moderna 美國曾經捐過我們250萬劑 真的去跟美國去跟他借啦 跟他借 就是說我現在有380萬 在你美國的Moderna藥廠嘛 他沒給我嘛 我先借250萬 對不對 你這個 不要為德不足嘛 對不對 好事說到底嘛 讓我們250萬打完了 至少要有250萬能打第二劑嘛 那將來我這個出場 我再還你嘛 我覺得這樣講也比較 也比較好講 老沈 我覺得最好的比較 是NOVAX跟高端 因為兩個人的做法 是蛋白 類似 但是NOVAX這幾天 股票一天賺30幾塊 第二天跌40幾塊 回來再會賺220幾塊 就好像洗酸溫暖一樣 你最好不要買 你買了新商品會死掉 那你如果把NOVAX跟美國的食藥署 FDA比較他們的關係 哪來跟我們的高端 跟我們的食藥署比較 其實兩者兩組的關係是很微妙的 美國給那個NOVAX的錢給了很多 給1.1多億美金 10幾億了 那我們的給的錢 給高端的錢是相對少 但是美國FDA看NOVAX看得很緊 所以看到緊到NOVAX主動把要申請EUA的日期 一再往後延 一再往後延 第三季要現在延到第四季了 他每次一延 股票就大跌了 那我們台灣給的錢是少 但是是要護航 他那邊是看著不能放水 這邊我們是在護航 所以那最高原則是什麼 我們這邊就是盡量要護航讓他上架 讓他可以用來解除陳時中團隊 沒有疫苗的困境 那美國是生命第一 你這步完全完備不可以 那NOVAX自己知道 他的上司FDA有多嚴 他不敢 他其實到很多國家 他現在的重點 NOVAX的重點在哪一個地方 在我們南京的這些友好國家 菲律賓 印尼 印度跟越南 所以他是看著這些國家 他有都分別申請了EUA 然後美國的 那這些他說他有信心 這些沒問題 但是美國的他有一點怕怕 小聲怕怕 不過因為股票別的太兇了 他說一個月啦 一個月我一定申請 我一直在問他 對你去一點 他不想問他